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 在这个时刻听到这样的歌曲 是不是也让你感受到浓浓的圣诞节气氛了呢 真正的圣诞节是什么 很多人是吃圣诞大餐 有些人是参加圣诞派对 有些人是喜欢到教会过圣诞节 因为他觉得那才是真正圣诞节的由来 其实在欧美国家 他们非常看重圣诞节 不单单只是想过年的气氛 全家人团聚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 在圣诞节的时候 你可以审视自己过去一年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以及学习在这样一个 分享爱付出爱的季节当中 学习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人 从前呢 在某个庄园里正举行一场慈善晚宴 目的是为了贫困的儿童募捐 而其中应邀参加的都是政商名流 在晚宴将要开始的时候 有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女来到了庄园入口处 女孩手里捧着一个很精致的零钱罐 在庄园门口的警卫 威廉斯先生拦住了这一老一小说 欢迎你们 请出示请帖 谢谢 老夫人摸着小女孩的头说 啊 请帖啊 对不起 我们没有接到邀请 是她坚持要来 我陪她来的 很抱歉 除了工作人员 没有请帖的人一概不能进去 在庄园门口的警卫 威廉斯坚持着 诶 这里不是举行慈善晚宴吗 我们是来表示我们的心意 为什么不可以进去呢 小露西从电视上知道了 这里要为贫困的孩子们募款 她很想为那些孩子做点事 于是决定把自己存钱筒里的 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我不可以进去 但能不能让她进去啊 啊 很抱歉 出席这场晚宴的嘉宾都是有身份地位的重要人士 很高兴你们带着爱心来到这里 但是这个场合不适合你们进去 此时一旁一直保持沉默的小露西 突然开了口 她的话让威廉斯愣住了 叔叔 要帮助那些困难的人 最重要的不是钱 是心 对吗 我知道受到邀请的人都可以捐出很多的钱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 但这是我所有的钱啊 如果我真的不能进去 那请帮我把这个带进去吧 小露西说完 就将手中的玻璃罐递给威廉斯 威廉斯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 正当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她旁边走来说 孩子 你说得对 帮助他人看的不是钱 是心 你可以进去 所有有爱心的人都可以进去 说话的是一位老先生 他面带微笑站在小露西身旁 并低下声和他交谈了几句 然后再度直起身来 拿出一份请帖递给威廉斯 就让我带他进去吧 威廉斯接过请帖打开一看 原来是地产大亨比尔先生 连忙恭敬地行了个礼 当然可以 比尔先生 当晚慈善晚宴在温馨的气氛中进入尾声 主持人宣布 因着众人的爱心 此次购募得了300多万元美金 其中最高的捐款者是比尔先生 他捐出了200万美金 此时比尔先生缓缓地走上台 对坐在台下的贵宾说 我想 这场募款最高捐款者其实不是我 而是坐在我旁边的露西小姐 众人一阵惊讶 纷纷将目光投在露西的身上 小露西露出害羞的笑容 比尔先生亲了亲喉咙 唯唯道出 刚刚在门口遇到露西的来龙去脉后 微笑着说 因为他所说的 帮助他人看的不是钱 而是心 这让我明白了慈善的真理 露西小姐替我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课 她那颗真诚并且乐意付出的心 才是无价的奉献呢 比尔先生一说完话 全场立刻以热烈的掌声回应 久久不能散去呢 亲爱的朋友 可不是吗 帮助他人看的不是钱 而是心 在圣经当中 上帝也说 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看的是外貌 但是上帝看的却是人的心 我们的心到底如何 只有上帝知道 自己知道 有时候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一定也常常听很多人说 无论做什么事要有心才是最重要的 不论是在学习上 课业上 与人建立关系等等 都需要我们用心来付出 可不是吗 因为当你用心来付出 相信周围的人一定也能感受得到 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八章三节说到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这句话呢 也提醒我们 不论我们做什么事 都是由心而发 不是为了要炫耀 而是甘心乐意的付出 在年底的时刻 亲爱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尽自己的力量 去付出爱 付出行动 来关心那些需要被关心的人呢 尽管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这家就要在这首 相信改编的歌曲当中 和你互道再见 愿上帝赐福你平安喜乐 下回同一时间再相见咯 看见了吗 世界在不停喧哗 你知道了吗 人们为什么在歌唱这天 多么特别 耶稣来到世界充满爱的蜿蜒 爱恨强烈 爱恨强烈 把护子栽下 那公共识的神话 迷路身上兵荡 平生感动不了我心啊 耶稣来到世上 带来的真正力量 试着相信预想 请你和我一起来吧 Merry Christmas 这温暖的夜 打开彼此心结 多点微笑 心灵丸岛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